哦 这不就上来了吗 这不就上来了吗 然后现在 把这些装备再整车上去 对面来了个车 他们也不知道这路挖断了 他们现在去探路了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过 他说不是四驱 车主说不是四驱 对 梁区想都别想 四驱它如果是空车 还可以挑战一下 现在老郭 去把这些东西全部再收一收 小心啊 我们俩这次救援 总共花费五百九 五百是给那个大哥 带老郭去买绳子的费用 九十是绳子的费用 但是这个经验 还得加六块 还有啥 两瓶可乐 五百九十六 但是这个经验 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对不对 可不 要不是有这个大哥 咱们得花五千块了 是不是 哎呀 狗子们 你先别着急 咱们今天有点 太 太啥了 你们三个先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啊 这个 长城炮大哥们探路回来了 他们走不了 他们很明确的跟我说 他们走不了 对象来得出 他们要掉头了 他们过不去 掉头了 他们走咯 三把锁不如一把烂脚盘 真的是 我算是受脚了 最后一步 收脚盘 脚盘一收 我们就赶紧走了 好了 赶紧走赶紧走 我们现在接着出发了 接着出发 现在又开始下雨了 天下阴陈陈陈的 刚才那个 之前拿着那个皮卡车的家门大哥 跟我们说 到毛尔盖镇 还有四十多公里 全是这种路 我们就直接今天开到毛尔盖镇 刚才路上过来的时候 可以这些坑 还觉得 哇 好难走 好颠啊 出去的时候 就觉得这路 好好走啊 回头啊 哇 我可不想挂一档啊 一档不好近啊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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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就难度挺大的 真的 这还大 哎呦 哎呦妈呀 哎呦哥 我都飞起来了 就是 高转所上冲啊 二档 两千八百轮 这边路比那边路窄啊 这边的山比那边的山好像也挺倒的 对 小心一点啊 现在一直就挂着半岛 而且这个右边的悬崖还比较 比较唬人啊 路上还是碎石 没有一件东西是容易的 离马尔盖 还有三十公里 然后现在的时速还不到三十 也就是说你还需要开一个多小时 哎呀 现在的时间已经七点五十六八点了 现在之前肯定是到不了了 还得赶业路 对啊还得赶业路 主要是今天挖车浪费时间了 挖车挖了五个小时 哎我把东西浪费时间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挺硬的 对象来车了 哪呢哪呢 我真的来车了 快快快让一下 让一下 我肯定给他让吗 还开始交流一下 能过吗 好过吗 能过 哇塞 当地人当地人 来车了 我们马上就要出山了 还有二十公里呢 二十公里这个炮弹坑的路 慢慢走不着急了 二十公里需要一个小时 三十公里你说一小时 二十公里还说一小时 那你路况就是这样的路况吗 这边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半了 我们估计九点也出不去了 现在走了多远也不知道 前方的路 啥时候是到 需要再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 天还黑了 天黑的话 选路一定要更小心 此时 说明咱一千二改的灯 也直回来了 对 这全是坑啊 这就是虐车呀 我跟你说 虐车虐人 两个月之内 我不想再走飞葡萄路了 颠得我腰疼 你要不要这样对待我 这都已经大晚上了 你还是这样的路况 前面又到工地了 对又是一个工地 我看着灯火辉煌的 我还想到是到目的地了 工地 工地 哎呀 一直没注意 旁边好大一条河呀 我们俩一直都没看到 这镜头里也看不到 哎呦 啥时候才能出去呀 在这河 在河 好大一条河 对 啥也看不见 我们好像快走出这个飞葡萄路了呀 有信号了 对 因为有信号了 哇 实际不相瞒啊 方向盘把我手都振滑了 哪儿呢 哪儿呢 这个这个是桥吗 你桥 桥右转对吧 对 哎呦 这桥大都是这样的 对呀 哎呦 看不见右边的路 我这桥怎么这样了 年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6公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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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护装路吗 是是 我的妈呀 这是百游没有最后上 但是路基很平整的 上主路上大路了 就差一点点把这个百游一上 这条路就完美了 哇 上四档 哎呀 我的天哪 找地方先找地方吃饭 饿死我了 哎 还得打坑 这好像上百游路了 哎 这有百游了 哎 哎呀 找就是吃饭 先先先 我们实在是开不到镇子上了 这样一片空地 今天就先在这停了吧 太累了 太累了 也没找到吃饭的地方 自己煮点泡面吃吧 停这吧 这是一片空地 这样子的 能停车 能安全就行 啊 记得点赞关注哦 就吃饭了 我先不想说 我先把我炕 收拾好 我告手 我给你 有了